路径給各位 你就是照這個 我有把那個 路径 你只要照這邊 那另外那個 有個Drawdown item 剛好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 複製用同樣的方式 把它引用進來 OK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正列的方式 就是我們剛剛的 清單是從那個 Srins裡面建一個array 那你當然如果你不用array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 建一個那個 就是 用類似java的方式 就是在那個 宣告區裡面 你可以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那個正列 那這個時候你要把這個 來源改 放在那個我們的 這個清單裡面的話 只要更改這一行就可以了 在我們那個剛剛 引用的時候 本來是 這一行 第一行這個地方 把這一行的改成下面這一行 把它改過 那實際上 最大的差別 各位可以看出來 實際上 最大的差別是 一樣是建一個 readaptor 這個adaptor呢 它一定是用 繁形物件 反正就是 給一個清單 那上面的部分呢 是從 create.create from resource OK 顧名思義啦 我們是從那個resource裡面呢 去取得資料 取得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呢 一定是在 R 這個 我們的那個 支援總管裡面的 陣列裡面 取得一個boss 所以名稱一樣 就OK了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用那個 用陣列的方式的話 最大的差別是 一樣是 用一個 array adapter 不過array adapter裡面的話呢 丟的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 繁形物件 不過呢 這個地方 我們是用 Stream的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就是指的是 上面是一個 Stream 所以你丟過來他是用一個 一個清單的方式嘛 幫你把它放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new一個array adapter 產生 重新產生一個 而不是用 create from resource create resource是 讀過來的 用讀的 但是 這個new的話是重新產生 重新產生 那重新產生的話呢 當然呢 一樣的方法 你必須要給他 這個 這個是c 一樣是v 這個是m 這個是c controller 這個是v 這個是m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你打list 或打get applicationcontext 兩個是一樣的 因為get applicationcontext 抓到的也是list 指向的也是 自己本身 這個類別本身 那v的話呢 其實指的就是 一樣是這個地方的v 不過你會發現順序好像不一樣 他原來是c 再m 再v 他這個是cvm 不過最後結果是一樣 這個boss 指的就是這個 所以把這個資料呢 再丟過來 其他都一樣 做到那個 然後sets adapt 最後再把它丟過去 所以其他 沒有什麼差別 那你至於哪一種 比較 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就看你實際上做的情況 不過以那個多國語系來看的話 第二種方法 可能沒辦法做多國語系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如果把它放在那個sets 裡面的話 將來做多國語系 你正 你那個清單還可以再翻譯 但是如果第二種方法的話 可能就有點困難了 你要判斷說到底你現在的手機是哪一個語系的 餐 而且你要多好幾個清單 所以第二種方式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不過也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做完這一題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 試試看 另外有一題延伸的題目 也是跟spinner有關係的 就是 我剛剛給各位看那個什麼呢 就是這個 練習題 飲料訂購系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做出有點類似像 訂一個什麼 一個 就是 我要訂 什麼飲料 然後是要 冰的 還是去冰的 還是溫的 然後最後按下訂單的時候 他會在下面顯示出你訂購的結果 當然這個東西 你還可以結合 像以後可以跟網路結合 比如說 最好 再多一個欄位 請輸入什麼 那個你的 會員編號 或者會員的 名稱 然後 最好再多一個什麼 你要什麼時候來 領這個飲料 諸如此類的 那按下下訂單之後的話 你的SERVER可以收到 SERVER收到之後你就知道有這個訂單 然後你會開始做 他來了時候剛剛好 可以 把他的飲料拿走 那這樣的話 不是就是一個很方便的 一個APP 讓那個飲料店可以很方便的作業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也先 下課休息一下 等下再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畫面借給我一下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本來這個 我想點一下 點擊下去 這個字我除了變顏色之外 也把它放大 OK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他字沒那麼大 那我把它自 除了放大之外也把它改成紅色 這第一個 第一個我把它做 這個是他的樣板 第二個是這個底下的東西 底下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樣板 我剛才有跟各位講 就是桌盪那個樣板 那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它從那個 Android的 這個 就是 系統裡面的 那個樣板 把它摳過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把它更改一下顏色就好了 然後並且怎麼樣 給他這個樣板 事情 就解決了 OK應該懂那個意思 我想基本上方向沒問題 可是實際上做 會不會有問題 我剛好有記得 幾個啦 就是從 其實說 將來你可以把這兩個 複製貼過去 貼到哪邊呢 貼到你的那個 就是 這邊 那裡面的話 一個兩個吧 桌盪這個打開來 記得 不過好像印象中會有一個錯誤 錯誤好像是那個 它的 高度這個地方 它好像是用了一個非 非法的 就是 不知道是因為版本的關係吧 所以 它那個 屬性 高度 我有點 不太記得是不是這個 你們等一下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那個地方一定會變顏色 表示那個可能是不是 他 可以接受的一個屬性名稱 那你就把它改成 Warp Content 就是 那個讓他自動折行 這樣的話呢 再來改什麼呢 改他的顏色 顏色在哪邊改應該都會啦 就是這個 TestColor 對不對 那我把它改成藍色 另外呢 字的大小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TestSize 改一下就好 所以呢我基本上只有改顏色 那字看到的結果類似長這樣子 如果你要字放大 你就把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Size 把它放大一些些 另外呢 還有它的間距啦 間距的話就是它的什麼 Petting啊 什麼那個 好幾個反正就版型的設定 你們可以再去 自己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然後 我剛剛的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做什麼設定 這個是 我們那個 Spinner的那個 這個 Spinner的Item 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改了兩個嘛 剛剛有特別提到 看在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 有Style 這個有個Style 所以你將來如果要自己建立 你如果不摳過來 你也可以在Style改一下 然後裡面還有哪一些地方要改呢 還有這個 這個 顏色 另外呢 我的字的大小 我是用30SP 單位的話是設 那個30SP 所以給各位參考 做完之後把它輸出 顏色就做出來 所以 點擊的那個Spinner可以換顏色 也可以 縮放大小 第二個呢 點擊跳出來那個東西 那個叫Drop down的那個什麼 Less 也可以 變顏色 OK 大概是這樣啦 但是很容易做錯 事情好像有同學是 只是 一個小地方 這個地方的 應該是 這個屬性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屬性 Android的高度部分 它的高度部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你去實作啦 那實作如果沒有做錯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可以把它直接跑出來 那因為它是遵循那個MVC的架構 所以基本上 這三個東西 這個是C嘛 就是我們的Controller 控制的 這個是M 資料來源 再來就是那個View View就是它的 我們也許叫什麼 叫板型也可以啦 或者叫樣板 就是你要怎麼排這個板 讓它看到了 所以基本上 這都是固定的流程 然後將來的話 也許前面有個Android 你把Android拿掉 它就會用成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 它原來是什麼 Android 點有沒有 點R嘛 所以前面這邊本來是有個Android 點R Android 打錯了 難怪是 OK 然後呢 這個指的是系統的 那如果你沒有Android開頭的 就指的是專案的 所以剛剛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有個 Project有一個System 所以你的資料來源 從哪邊來的 都是這樣區分的 OK 那如果說你是用預設的話 它看到的就不會是 藍色的 而是白色的 那因為你白色有白底 那裡面的字就看不到了 OK 類似像這樣的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練習一下 就是那個 我們剛剛的 那個另外還有一個範例 就是 我們的飲料店的那個 飲料店的那個範例 所以 這個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接著做那個飲料店的訂購 這個 然後要做兩個 不過 其實這個範例是可以改的 兩個spinner 感覺怪怪的 應該是 上面是spinner 下面是list view 這樣感覺會比較好 比如說上面的話是什麼 你選了珍珠奶茶 然後珍珠奶茶的清單就跳出來了 然後再去 也許再來選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會牽涉到兩個spinner 必須要 連動 所以上面改了 下面也要跟著改 這個導致比較麻煩一些些 所以 可以試試看 這個範例 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試一下 好